故事发生在90年代 在一座农村的街道上 人们起了个大早 各自在操办着大大小小的事务 此晚被一位穿着丧服的人砸得细碎 发出了一声震响 随着村中大了的一声令下 壮汉们抬起架子就要出发 他们的身后是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 好生热闹 与此同时 一支穿着相同制服的队伍正骑着车赶来 来势汹汹的样子像是要发起冲锋 两支队伍撞在了一起 红白理事会一方明显更占上风 浩搭的队伍冲着以大了为首的队伍前进 土葬队伍被吹得节节败退 丧家艰难地来到大了面前抱怨 原来 以两支队伍为首的人是就职关系 陈二小是红白理事会的一员 而老舅是村中远近闻名的大了 虽然两人是亲戚 但互相都有矛盾 一位村民站了出来 揭发出老舅放高利贷的事实 听到这个消息 陈二小便与老舅理论起来 老舅内心有些犯触 只好把这桩白事丢给陈小二 便尴尬地离开了 从检心办这一政策动了老舅的饭碗 老舅对陈二小一直心怀不满 正值陈母七十三大寿 亲戚们都为此忙活起来 三人在饭桌前聊天 老舅反对推行火葬的做法 甚至编出了火葬后 就不能和陈母丈夫死后相聚的谎言 陈母仍有老一辈的观念 人死就要入土为安 听老舅天花乱坠的一顿说 陈母一下就信了 于是和儿子陈二小说 他死后一定要土葬 老舅时不时在一旁添油加醋 陈二小作为公职人员 自然不能违背国家规定 面对陈母的要求 有些难为情 陈母更加心急地 想让儿子给他立四句 对着家人一哭二闹 接着下一秒竟然晕了过去 这可把陈二小吓了一跳 同时媳妇和老舅 也在不断地催促陈二小 被逼无奈的陈二小只好答应 老舅瞧见机会 就让陈二小压手印 当手印成功地印在字句上后 陈母立即就醒了过来 陈二小震惊地看着 像没事人一样的陈母 假死的一出戏码 就是为了让她答应土葬 姐姐大老远回来 为陈母拜寿 手上都戴着戒指 给陈母封了个大红包 显然姐姐嫁了个不错的人家 陈母对姐姐很是欣慰 一旁的陈二小 在为土葬的事情鼓闹 媳妇提醒她 这时也买不上寿材 听了媳妇的话后 陈二小一下子盲色顿开 没有受财意味着土葬就实施不了 陈二小的心情又明朗起来 姐姐为陈母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一家人很好奇 也追了出去 姐夫和姐姐将帘子一掀 眼前的一幕可怕众人惊呆了 车上躺着的正是一口红木棺材 气氛一瞬间凝固了 过了一会儿 众人才从震惊中缓过来 一家大小都高兴得不行 陈母更是一把抱住姐姐 周围的人都在夸姐姐是个孝女 送给老人受财 有助老人健康长寿的寓意 陈二小和众人的表现截然相反 弄在一旁怎么也笑不出来 原本放下的心又被悬起 受财有了 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拒绝土葬 陈二小被陈母吩咐 给棺材刷油 却碰上前来陈家拜访的科长 科长训斥他 作为民政干部 不应该违背国家法律 一边是自己的老母亲 另一边是国家法律 陈二小陷入两难的境地 对着科长只能拉下脸应付一下 信誓单单的保证一定实施火葬 送走了科长后 陈二小发现陈母一脸阴沉的样子 就在刚才陈二小与科长谈判之际 陈母就已经察觉到 并且偷听他们的对话 对陈二小坚持火葬的说辞 陈母很生气和寒心 一把丢下刷子 气冲冲的回屋去了 老舅请来了陈大仙来家里算命 陈大仙一下拿出罗盘 在院子里一阵鼓道 老舅向陈母介绍 陈大仙是位有名的算命先生 请来让他给陈母算命 故作高深的要为陈母看面相 掏出电脑进行测算 一会儿说陈母就要死定了 一顿操作下来 陈母就被陈大仙一套话术给说服了 就找大仙寻求解救方法 陈大仙告诉他 只要骗过了阎王爷的眼 一切就好办了 方法就是假出病 陈母赶忙让老舅准备好出病的事 陈母死了的消息传到了邻居那 邻居赶到陈二小工作的地方 告诉他陈母逝世的消息 陈二小一下子没有在意邻居的话 直到工友们提醒他 陈二小才反应过来 立即骑着车 着急忙慌的赶回家中 哭了好一会儿 才见到躺在棺材里头的陈母 陈二小瞬间晕了过去 直到晚上 老舅询问陈二小该做何处置 陈二小执意要火葬 将合同亲手撕个西碎 不过老舅已经想好对策了 第二天早上 姐姐也收到了陈母死去的消息 好巧不巧 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病离车 科长向姐姐打了招呼 感谢他们家对民政部门推行火葬支持 听到这话 姐姐气得要超车 并把卡车上的沙土放下 惹得科长被扬了一身灰 姐姐一到家 便和执意火葬的陈二小争执起来 吵着闹着要实行土葬 陈二小见姐姐要杀人的架势 陈二小一时想不出对策 便逃往民政局 由于下病 需要孝子在场 姐姐用命令将逃跑的陈二小抓回来 科长教训陈二小 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原则 不料姐姐一行人 急忙赶到民政局来抓人 科长被姐姐吓得一改讨好的脸色 当场下令 给陈二小放十天假就离开了 陈二小只好被逼迫抓回家去 家中老舅已经在操办仪式 叫来了一大批人 准备土葬的东西 院子一下热闹起来 拉来了一些丧办用品 陈二小蹲在一旁思考 眼看土葬就要成了定局 干脆破罐子破摔 既然要办 那就大办 这一决定下来 姐夫不免心疼起钱来 因为葬礼的钱都是由他出的 但姐姐却无论如何都想要丧礼办的风光 面对强势的姐姐 姐夫也不好说什么 而老舅很欣喜 越是大办 那意味着他又能借这次葬礼大赚一笔 老舅带陈小二去找钱老板 两人来到店里 里面都是殡葬用的纸扎 钱老板是做纸扎生意的 各种样式的纸扎他都有 陈二小看得眼花缭乱 一个不小心就把纸壶的椅子给做坏了 老舅和钱老板是老相识 买下店里的东西可以打八折 两人达成一日生意就这么成交了 李厂长前来陈家拜访 买了陈母最爱吃的绿豆糕上贡 在每次扣手后 发现最上面一层的绿豆糕都会少一块 李厂长坐在陈家沉思了许久 连陈二小等人来了也没发觉 李厂长像是突然想起什么 着急忙慌的从包里掏出一本册子 里面印着不同类型的明钞 陈二小看着册子很震惊 老舅走来淡然的解释道 印刷厂一直都在干印明钞的生意 只是陈二小一人不知道罢了 在老舅的劝说下 陈二小只好将明钞都买下来 在送走李厂长后 陈二小褪去热情的模样 取而代之道是一种受到欺骗的气氛 没想到自己身为一个民政干部 周围的人都在背着自己干违法的扛道 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全村人都来陈家吃饭 小小的院子里塞满了人 村里的人不仅能蹭饭 还能领取免费的物资 一位妇女在供台前耐力的哭喊 满脸都是泪水 正在吃饭的人喊着要下红霜肉了 妇女便立即收回哭丧的模样 毫不利色的大吃大喝起来 与刚刚哭丧的样子比起完全是两个人 陈母从棺材中看见这一幕 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晚上 陈母憋了一天的尿 想要起床方便 不巧遇见了来闲聊的人 陈母起来方便的想法只能放一放 三人在供台前说起鬼故事 正讲到激动的地方 忽然有人瞧见棺材正一上一下子摇晃 三人看见了这动静 以为闹鬼连忙跑路 去把正在搓麻将的老舅叫来 老舅不以为然地丢下麻将去找陈母 陈二小和老舅打了个照面 路上又遇见小小端着尿盆出来 尿盆里装得满满当当 小小还说着 要给奶奶盗尿盆就离开了 留下老舅和陈二小两人面面相去 老舅似乎又想到了什么赚钱的法子 他认为这是死人不安的表现 接着又向陈二小提议 请和尚来念经 陈二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直到和尚到陈家来念经时 陈二小一眼就认出了那和尚 这不就是早上在歌剧舞台上碰见的王导演吗 陈二小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立即找到老舅谈判 但老舅却不以为然地糊弄过去 显然老舅知道这是假的 老舅不过图葬礼风光和钱罢了 另一边 姐夫和姐姐在记账本 办葬礼已经花了他们家不少钱 姐夫抱怨道 他给家里的两口子办葬礼都交给红牌理事会 一共才花了不到三百 而为丈母娘一次葬礼 花了至少有少两万 这下姐夫彻底绷不住 朝陈母发脾气后离开了 老舅向陈二小要和尚出场费 陈二小去拿钱的时机 陈七来把给小小上学用的钱都给了老舅 为陈二小代付了 老舅将一部分钱给了和尚 从中还给自己赚了差价 陈母在旁边看清老舅的各种作为 把小小的上学前从老舅手中抢走了 科长也来到了葬礼上 老舅和姐姐处处提防着科长 生怕他来找茬 科长表面上是来慰问家属 实际上来和陈二小商量对策 二人在短暂扣手期间商量好后 科长也离开了 到了晚上 陈二小因为筹备葬礼 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和媳妇在供牌前打起瞌睡 陈母看着两人疲惫的身影 看了口气 陈二小被叹气声惊醒 但是死人不能复生 媳妇只当陈二小太过劳累出现幻觉 陈二小也没放在心上 两人在为以后的日子发愁 陈母在一旁听着 心底有些后悔要办丧礼 第四天早上 老舅一屋子人在商量请大仙的事情 表示之后还得用钱 姐夫一家为了不再出钱 两人上演了一场闹戏 戏演完后 姐姐一家赚足了周围人的同情 然后也离开了 出钱的重任只能交给陈二小 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 二小的家里经济也难以支撑 媳妇也终归是崩溃了 硬吵着要离婚 家中因为陈母的葬礼 闹得鸡飞狗跳 晚上陈二小独自和陈母聊天 道出了老舅图前的各种事实 陈母听了 越来越后悔和难过 这几天他都看明白了 这样办丧礼 只会将活人拖垮 陈母看着儿女们疲惫的样子 过意不去 终究还是听了儿子的一番话 选择接纳活葬 老舅因为葬礼捞了不少钱 那他合作的人吵着要分城 面对两人的威胁 老舅只好道出心声 只要这次大半城了 有了公职人员的开口 那么以后干葬礼的行当就火起来了 把以后财路都开了 两人听到好处之后 便不再找老舅麻烦 到了下葬那天 陈二小请来了电视台的人 把葬礼经过都录下来 老舅和姐姐将陈二小拉出来做仪式 陈二小一个不小心将碗摔了 众人纷纷叫好 陈二小有苦说不得 他只能被逼着继续做仪式 苦苦期盼科长等人到来 一行人上街为陈母送行 走着走着 大仙却走错了路子 把队伍带到县城去 陈二小一行送葬队伍上了电视 城里的警察找到钱老板等人 揭发他们的罪行 将人都带走了 街道上非常热闹 一面迎来婚嫁队伍 另一面迎来丧葬队伍 于是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红白是撞在一起 互不借道 两拨人都互相吵起来 姐姐更是不退让 吩咐着抬棺材的人 从上面冲过去 姐姐被楼上的人泼了水 报告起来 将新郎官举起来扔到棺材上 棺材在车上不停地转动 接着棺材缓缓下落 把棺材板都撞开了 陈母穿着丧服站在棺材中 街上的人忽然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停止了动作 陈母的两只鞋被鞋带系着 不方便走路 只好一蹦一跳地出棺材 一人突然喊道 炸尸了 原本安静的街道又瞬间炸起来 行人四处逃窜 陈母跳着来到新人面前 询问状况 两对夫妻吓得不敢说话 陈二小连忙跑到陈母身边 让他回受财歇息 不过一会儿 科长开着殡葬车来接应陈母了 两人都还没意识到 陈母还活着的事实 只有司机被吓得不轻 两人搀扶着陈母到殡葬车 陈母也正式地宣布要火葬 便上了车 陈二小指挥着理事会奏乐 为陈母送上最后一程 老舅捡起地上陈母穿过的鞋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老舅慌忙地冲上陈二小 告诉他陈母没死 陈二小这才反应过来 疯狂追着殡葬车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本影片是由王培公编剧 陈佩斯 曾建峰指导的喜剧片 由陈佩斯 赵立龙 魏宗万 丁家丽等出演 于1993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影片将滥用耕地实行土葬的 封建思想为主题展开 从普通农村家庭的视角进行论述 影片向观众们展示了新旧文化的冲突 表层是喜剧 内核却是封建习俗带来的悲剧 具有较强的现实感 充满生活气息 同时也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拍摄手法 增强了该影片的笑点 费有喜剧色彩却不是内涵 揭露了封建迷信背后的欺骗活动 感受到亲人直接的真挚情感 杂柔讽刺意味的喜剧片 即使是90年代的电影 放在如今在看 却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当时的年代 仍然有不少地下产业活跃着 封建思想仍然奔存在人们的脑中 爱慕虚荣的恶行 攀比心理推动了大半丧事行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人靠着行骗发财 造成家破人亡的局面 陈母借假下病来此考验儿女的孝心 顺便让外人看看陈家的风光 一家人却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即使面对众人都不愿意出钱的局面 陈二小作为孝子 仍然向老母亲风风光光地离开 日日夜夜陪伴在陈母身边 陈二小最终以真挚的情感打动陈母 陈母最终接受了新文化 影片中陈二小作为孝子 与在陈母单独谈话 两人的互动有种不真实感 但不免被亲人之间的真情所打动 站在陈母的角度 作为将要适世的老人 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儿女 因为操办死人的事情闹得家中不合 也不希望孝心被有心人利用 作为父母 更希望的使孩子在世时过得健康快乐 父母不应当作为儿女们 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儿女们想要尽孝心 但是如果是为了做给外人而看 最后却落下钱财两空的境地 这与举办葬礼的意义相违背 葬礼是为孝子贤孙 提供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 在现实生活中 孝心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物质层面上的需求 更是儿女们对父母的陪伴和关爱 做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 不是为了人前风光大操大半展现出来的孝心 真正的孝心是在与长辈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在他们在世时 为他们做好每一件事 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 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珍惜身边的人 愿我们都能在长辈心中留下最宝贵的记忆 成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 清水说影 一起解读好电影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